财团法人原住民回篮协会举办的 2023玉水镇回篮艺术季 辅公之流 以独特的视角探索 玉水镇和秀兰西的深刻联系 并且融合创意工艺 生态工作坊还有环境走读等 呈现原住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也展现了原住民重要的文化价值 2023玉水镇回篮艺术季 Ligaligat 辅公之流 财团法人原住民回篮协会 以独特的视角带领大众 共同探索玉水镇与秀兰西的深刻联系 别人说这边是缩小版的嘉明湖 在空拍去看的时候 这边的人工湿地是非常不错的 透过上帝的视角 清楚看见平地版嘉明湖的 玉水镇湿地全貌 借着各单位的特色摊位 与原住民表演 拓展大众的视野 以辅公之资 认识原住民智慧和文化价值 我觉得像是这次的装置艺术啊 都是用一些天然的木材啊 还有稻草去做的 就是非常有环保 然后他们搭建舞台啊 都会还有就是主持的时候 都会就是呼吁民众 不要乱丢垃圾 艺术季的主轴 包括生态工作坊 如为产品创新和环境走读活动 这些不仅是展现了 原住民的智慧和成造力 也邀请地方工作者 部落长老和会相青年的参与 使用了多种煤材 如陶土木材和芦苇等负荷材质 呈现多元而丰富的 原住民文化价值 也借着地景装置艺术的创作 表达云民守护土地的坚持 第二届 《玉水晶》的艺术季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 卢伟 卢伟的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那个布兰奇 喜欢沿岸的一个卢伟 作为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 装饰艺术 那我也让大家去呈现 周边的一个夜间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如伪的一个装置艺术 玉璃镇玉水郡艺术季 今年迈入第二届 这一次以 Ligat-Ligat俯工支流 为活动主轴 认识玉水郡市地 丰富多元的生态环境 同时结合在地原住民 人文文化艺术工艺 深刻了解在地原住民 对土地泄流河川的文化价值 主办单位表示 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办理 让更多人认识玉璃镇 认识玉璃镇的山川土地 在地人文的美好 接着是玉璃玉璃镇采访报导 你们好! separate